动物妙想国 猴子会玩滑水吗 森茂猴是一种很聪明的动物 它们住在南美洲的丛林里 因为头顶长得非常像修饰的尖顶风貌 所以得名森茂猴 它们长着滑稽的脸 身上毛茸茸的 尾巴很长 可以勾住树枝 想象一下 如果一只森茂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它会玩得开心吗 如果猴子走进一家面馆 会发生什么事呢 它会吃掉一大碗面条 猴子还能学会用筷子吃面 因为它的手上长着灵活的手指 真神奇 但是它会往里面放一些像蜘蛛 蚂蚁和螃蟹之类的小动物 从林间相互追逐 它们一下子就能跳出三米远 那可相当于一个人跳出十六米远那么厉害 足够从头到尾越过一辆趴士 猴子喜欢洗澡吗 猴子很喜欢水 所以它肯定会立马跳到浴缸里去 猴子喜欢住在小河边或海边的树上 这样一来 当它们感到太热的时候 就可以马上跳进水里凉快一会儿了 猴子还是游泳健将呢 它们能用手臂和腿不断滑动 采用的是狗袍式游泳姿势 猴子可以帮忙做家务吗 它可以帮忙把刚刚洗完的衣服晾起来 但是它一定更想勾住晾衣绳 在上面欢快地玩耍 你知道吗 在野外 猴子喜欢在树木之间荡来荡去 每一次都可以把自己甩出几米远 它可真活泼呀 它还可以用尾巴把自己挂起来 表演一个倒挂金钩 猴子会玩滑水吗 猴子应该会玩得非常好 但是它的有些姿势可不能模仿哦 你看它的脚可以像手一样牢牢抓住滑水板 这是因为猴子大大的脚趾 就像手指一样灵活 可以用来抓东西 猴子会不会想去美发店呢 不会的 不过它倒是很想找一点有味道的东西 磨在头发上和身上 在野外 蚊虫经常叮咬猴子 所以猴子会往身上磨一点捏碎了的水果 叶子 洋葱 泥巴 或者虫子 这样可以有效赶走蚊虫 有些猴子还会把自己的尿 磨在毛发上 哇 猴子会不会喜欢去上学呢 他一定非常想去上学 猴子很聪明 他也会学习就跟小朋友们差不多 他最喜欢的科目应该是科学课 他会很喜欢做实验 把几种颜色的液体倒在一起 搅来搅去 制造出好多泡沫 猴子好奇心很强 是特别聪明的动物 在丛林里 它们喜欢玩耍 探索和发现 乐于尝试新鲜的东西 猴子去集市上会玩得开心吗 超级开心 猴子很会玩砸椰子游戏 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砸种目标 赢得奖品 在丛林里 猴子常常坐在高高的树冠上 然后用水果 坚果和树枝 砸向树下的动物们 他还会向大家展示一下 自己是多么有劲 叮 在野外 猴子会用很大的石头 砸坚果 直到砸出裂缝来 再仔细拨开 猴子喜欢在床上睡觉吗 不喜欢 它喜欢睡在高高的衣柜顶上 在它丛林的家里 猴子一般都睡在树冠上 因为这样就可以躲开那些 又大又恶的动物 比如凶猛的豹子和可怕的鳄鱼 猴子睡觉时不需要盖被子 因为它身上厚厚的毛发 可以用来保持温暖 但是它仍然很希望能抱着一个泰迪熊 睡觉 因为猴子是群居动物 它们喜欢温暖的抱抱 讲完了 讲完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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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